真洁的眼神 作者 彭晓明 播讲 夏秋年 第三回 姑娘巧擦石膏汗 首长竟是云雨晴 每天中午 卓林夫人便带来绿豆汤 金银花露 给首长消暑解渴 警卫员还送来大参考 小参考 党内简报 报刊新闻 无非总是各地持续跃进 破除迷信 各大学拔白旗 树红旗 革命左派占领学术阵地 地方报刊则是迎国庆十大建筑进展神速 向党献礼 三番两番就不想看了 卓林一开口就是办公室里的闲事 还说严厉批评战士小杨以后 小杨写了检查 中职机关讨论要不要给予处分 邓小平美好气地吼了一声 处分什么 我自己摔的跤 处分当兵的干什么 这件事不准处分任何人 卓林不断地询问 骨伤还痛不痛 消肿了没有 还要他把小腿抬起 自己查看 邓小平看着卓林坐着不走 又不好催他回家 下午已经是小金当班了 如果夫人不在 护士就会经常来照看 夫人在坐 护士们总是转身就走 小护士们最怕的就是夫人在坐 却说那天下午正是酷暑难当的时候 夫人拿起谈谈罐罐 向邓小平道别 天气太热 你好好睡个午觉 窗户都开着 六楼到底有些凉风穿堂而过 然后出了房门 邓小平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醒来 只觉得一身大汗 他顺手按铃 不一会儿 小金已经轻轻推门进来 手掌有事叫我吗 快帮我擦擦 我热得浑身是汗 小金立刻到浴室里取出毛巾 给手掌擦身 擦到下肢 小金问道 手掌的小腿在石膏里面 是不是很难受 邓小平立刻说 当然很难受 里面的汗多少天都没擦 小金打来温水 为手掌擦洗下身 作为护士 他们早已习惯 帮助手脚不变的手掌小便 洗澡 脱衣 穿裤 都是正常的操作 他做得不紧不慢 还一边说 我想了个小招 能不能找一根小棍 扎上酒精纱布 伸到石膏里面 擦擦干净 手掌感觉就会好多了 您说是不是 邓小平笑笑说 小姑娘真聪明 想到用酒精纱布伸到里边 那一定是凉嗖嗖的 很舒服呢 小金收拾完毛巾脸盆 就出了病房 太阳放射出金色的余灰 渐渐的沉下了地平线 值班的护士到了晚餐的时候 小金先不去食堂 却到医院的花园里攀折树枝来了 好不容易找了好几根树枝 然后上食堂吃了一个小包子 急匆匆回到值班室 用小刀把树枝刮细 再把结巴削平 然后裹上酒精纱布 用纱线扎紧 放在消毒的药盘里 端在手上 来到602病房 他敲敲门 一推 看见手掌吃完饭对着夜景乘凉 手掌 我来帮你舒服舒服 一边拿起酒精纱布包裹的木棍 他扶着手掌斜靠到床上 自己也趴在床上 把木棍伸入石膏的深处 让湿凉的酒精纱布在手掌膝盖以下的皮肤上轻轻摩擦 这样擦过 汗剂就不会留下 也就不会生出肺子来了 他的头发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 邓小平只觉得心惊动摇 不能自己 姑娘正专心的为他擦拭石膏遮盖的腿部皮肤 一只手不经意的按在手掌的大腿内侧 一下轻一下重 惹得手掌心圆一马 小金弄得自己一身汗 吸了一口气 把头发一甩 挠得手掌好痒 姑娘的肩膀甩开 白大褂的第一粒纽扣竟然松了 平时女大夫和护士们都是在外衣之上再穿白大褂的 可是夏季入福 大家都脱了衣服 只穿胸罩和内裤 再穿白大褂 这时候 邓小平看见了姑娘雪白的胸部一起一扶 腿部早已因姑娘的掀手无意中撩拨 产生了强烈的冲动 她猛然翻身起来 压住了姑娘的身体 沉重的石膏压在姑娘的左腿上 用力将白大褂一拉 其余的两颗扭扣也都松开了 露出了少女半裸的身体 金韵秋一下子吓懵了 嘴里嚷着 手掌 手掌 可是手掌已经失去了理智 医院给病人穿的内裤 为方便手掌便尿设计的十分宽松 小当口没有扭扣 只是两层布面互叠而已 当杨具冲血猛举的时候 早已坚挺的脱颖而出 姑娘下身只有一条紧身三角裤衩 被手掌猛一扒了 下当便偏向一侧露出了娇嫩的阴护 姑娘竭力挣扎 却根本抵挡不过已经冲动难忍的手掌 602病房离值班室比较远 高干病房门禁森严 平民病人和家属不可能涉足这栋大楼 隔壁601住着一位二级部的老专家 双耳失聪多年 对于声音全无反应 或许二十分钟 或许半个小时 高潮过去之后 手掌扑在姑娘的身上喘息 逐渐安静下来 姑娘头发散乱 眼光疑惑 满面泪痕 手掌脸上堆着笑容 用手在姑娘的乳头和脸颊上抚摸 一面喃喃地说 我好喜欢你啊 我好喜欢你 你是我一朵鲜嫩的花 金运秋清醒过来 猛然起身冲进浴室里擦洗身子 云脸拢发 扣好白大褂 然后夺门离开了病房 他听见手掌说了一句话 我喜欢你 不喜欢他 然后又听见他吐痰 这一夜 金运秋没有直接回集体宿舍 在街上急急地乱走 一个人默默地流泪 他的处女之身被手掌破了针操 手掌是革命干部 怎么也会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 妈妈 我怎么没有妈妈 我多么需要妈妈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呢 出了一张猎鼠证 你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 我需要你告诉我 我怎样做姑娘 怎样去找对象 可是今天什么都晚了 我该怎么对付这个突然乱来的老手掌 可是金运秋又想到 刚刚解放后不久 部队上的团长 政委们都离掉原先农村里的媳妇 患上了城里的小学老师或护士 301医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护士成了干部家属 手掌说的那句话 凭女人的敏感 她立刻明白 那个她就是指手掌夫人吗 她不喜欢夫人 会不会把她离掉 跟我结婚呢 夜深了 韵秋回到宿舍 久久不能入睡 她想不起自己读过的哪一本书能给自己提供帮助 只有姑娘们自己的议论 说绝不能胡乱失去了自家贞操的宝 电影白毛女是看过的 黄世仁强暴了杨喜儿 可黄世仁是坏蛋 是恶霸地主啊 而手掌却是革命老干部 另外还看过苏联电影复活 那个大少爷叫什么名字 你和刘多夫 小姑娘叫阿牛塔 也就是马斯洛瓦 那少爷走了 直到后来才良心发现 又去追她 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手掌真的不喜欢夫人 会不会跟我结婚呢 韵秋想起了孟副院长 她的爱人难产死了 后来就跟本院药房的私药员秦菊芳结了婚 小秦本来是301总院医护学校的同学 这两年成了高干夫人 起初下班有车来接 后来调进总后机关 不仅不在上夜班 而且时常推着婴儿车来给孩子看病 每当苏联和东欧的歌舞团来进演出 她总是坐在前几排跟外宾在一起 一年四季打扮得花枝招展 去过她家的同学说 梳妆台上竟有十几瓶不同玻璃造型的红色莫斯科牌苏联香水 在迷糊和悲伤中胡乱睡去 醒来时已近中午 运秋无精打采的上班 发药 打针 操作 直到傍晚 眼看卓林和警卫员走出病房 601是老专家的家人也已离开 运秋才出现在602门前 推门进屋 站在首长面前 首长立刻挣扎起身 把她拥抱入怀 运秋则毫无反抗地任凭摆布 首长迅速脱去她的所有衣裤 发狂一样的亲吻 抚摸 把带有石膏的右腿慢慢地搁在运秋的左腿旁 云语之间 运秋没有表情 却任凭泪流满面 如此这般 只要是运秋职业当班 首长就跟运秋颠倒一场 反而没有一句对话 瞎著 颠倒一场是个成语 古人把上衣称为一 下裙称为长 颠倒一场指上下倒置 形容匆忙失序的样子 同时也隐含乱伦之意 温存的时刻 只有首长喃喃地低声重复 我喜欢你 我怎么放得下你 四个星期届满 主治医师通知护理员拆解石膏 首长和运秋看着护理员手中的石膏剪切前 一厘米一厘米的拆解 默默无语 目光相对 当医师和护理员离去 运秋扶着依然瘸拐的首长进入浴室洗澡的时候 运秋只说了一句话 把我吊到你的身边吧 首长捏着他的手说 一定 一定 口里还有一点含糊的声音 运秋就知道 立刻去端弹匀 让首长吐弹 石膏虽拆 腿伤却没好 首长走路还是痛得钻心 欲问首长是否兑现诺言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板击 outer钮